来看这个事件非常离谱 那么有一名外送员把餐点送到了 只是因为他没有零钱可以找 居然被打 画面中这名扶着面膜的女子 不停对着旁边的外送员说话 甚至在过程中还出手推她 甚至将手上刚点好的餐点 就直接往她的身上甩过去 两人就这样在电梯里头扭打成一团 过程中这名外送员不停的拿起手机 是想要来打电话报警 但多次都被这名女子将她的手机抢下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永和中山路一段附近 在昨天晚上六点多的时候 这名女子她其实是住在这栋大楼 她点了这个外送餐点之后 外送员来了之后下楼领餐 但她身上却只有大钞 要求外送员要找她钱 外送员认为说她其实身上没有零钱找 两人才会一起搭电梯到楼上 但没有想到这时这名女住户又对她说 你们自己身上怎么没带小钞 两个人就此发生口角冲突 不只在电梯内推打 两人还一路的打到了楼梯间 就连一旁的住户回家查看的时候 都发现两人还持续的在这个冲突当中 而事后住户也帮忙报警 警方来到场处理 将两个人带回派出所制作笔录 来了解后续的详细案情 以上是在新北市问题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实验尽头交给彭内主播